大家好,大家快乐吗?我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,等会儿杰理再和大家详谈。我们不知道今晚要讲什么,但我们相信你们。我们希望引导你们,培训你们。我和杰理会竭尽所能帮助你们。好了,杰理上台了。 大家好,当我们刚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,总是坐在房间的后排,我们希望你们今后有机会坐到前面来。我们做这个生意有些年头了,我们看到一些人由于固有的思维而随波逐流。我们看得到他们在25年、30年、35年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也许这说的不是你,但是很有可能是。 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,我很伤心。今晚,我们的目标就是深入到你们中间,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生意的结果是真实的,你也能实现。 我不相信这个周末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状态。我不相信这点,也许情况确实是这样,但我拒绝相信。 我也不相信这个周末你们来这里的目的,如果是为了寻求一个平凡的人生,你完全可以待在家里做一个雍长之人。 我相信今天晚上,你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希望拥有更好的生活。 你们也许还不相信自己可以在这个生意中取得成功。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经历,你也许还没有那样的信念。 但我们今天晚上的目标是找到你,让你相信你能做到这个,你能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,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。 这就是我们今晚的目标。 现在,把时间交给雪莉,我等会儿再回来。 今天晚上,你们来到这里,你们看到了一些东西,感觉到自己内心有些东西在涌动。 你会觉得说,哇,这些东西很好,它们一直在我的心里,我想逃脱现实,我想做点什么。 但是,在我的舒适区内,我一直过得很舒服,舒适区就像一个笼子,我想待在原来的地方,因为只有在熟悉的地方我才知道该如何做事。 但我又想改变我的生活,可是我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,当我踏出舒适区,会发生什么呢? 我以为会成为专业人士,但现在我又变蠢了,我能再次成为一名学生吗?能重新学习吗? 你打破了锁链,你想走到外面去,但是有人对你说,待在笼子里吧,这里很安全,很舒服,你不需要学习新东西,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熟悉的,你知道该怎么做。 这时,你就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狮子,被恐惧捆绑住,我不知道你的笼子是什么,也许你被恐惧绑住,也许被自满绑住。 有些人把自己关在笼子里,就像一头从来没有去过旷野,待在笼子里的狮子。 心底有个声音告诉他,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但又有一个声音说,上一次我想出去外面,人们把我抓了回来,也许我应该回到我的舒适区, 毕竟这里很舒服。 你听说了这次周末聚会,你来这里闲逛闲逛,这样足够了吗? 当然不行,你需要继续前进,你需要继续越狱,否则你的余生会很痛苦。 你们不知道有头狮子在你们心中吼叫吗? 我怎么才能去到想去的地方? 你需要让心中的那头狮子吼起来,你们胸中有东西在涌动,我说的对吗? 对极了,你们有出路,你心中有头狮子在吼叫,我不想再待在笼子里面了,这是监狱,不管怎么,我都要出去,即使我被误解,即使人们用鞭子抽我,即使他们阻止我,我都要出去,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心声。 你们明白吗?你们当然明白,这个道理就在你心里,因为你们心里有狮子在吼叫。 当一头被困在笼中的狮子来到丛林,他要学习如何捕猎,有人可能会说,我不知道如何去与他们会面,我不知道如何在丛林中生活,我不知道如何做自己的主人,也许回到笼子里面还更加舒服一些,至少在笼子里我有东西吃,至少在笼子里我还能安稳一些。 这种想法真是令人惊讶。 你来到这个周末聚会,你听到了从来没有听过的信息,你听到了积极的话语,听到人们告诉你,还有别的生活方式,你不必待在原来的地方,你可以从笼子里面走出来,你真的可以走出来,门已经打开了,笼子没有上锁,快点出来吧,快点出来吧。 但是,要想逃出来很难,我们抓住彼此说,我想出来,我想出来,但我们的父母嘲笑,邻居拒绝,他们阻挡我们前进,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越狱者。 但你的人生就在你自己手中,你要对自己说,我出来了,也许我很害怕,也许我很软弱,但我毕竟走出笼子了,我在追寻自己的内心。 我的经验告诉我,待在笼子里面更加安全,但是我内心有个声音说,笼子外面才是我想要的生活,我的人生不能由别人来限制,其他人不能决定我的命运。 人们经常对我说,你个子太矮小了,当我在学校任教的时候,就连我的学生也取笑我,他们个子都比我大。 当他们说,这就是那个小个子的老师时,我会告诉他们,坐下来吧,要对老师有所尊重。 但你要知道,别人说什么都没有关系,我们家族里面没有人这样做过,没有人从笼子里面跑出来过,其他人都工作了四五十年,你凭什么认为你比他们强呢? 没有人逃出笼子,你凭什么认为你逃得出去呢? 但是有个声音在你心里吼叫,一定有逃出笼子的机会,虽然你家里没有人看到,但是你看到了一条路,不管付出什么代价,你都会离开笼子。 你不必一下子跨出笼子,可以一步步走出来,这是一个过程,但是有时候,自由和成功让人害怕。 成功当然好,但是却令人害怕,人们会想他们是怎么成功的。 他们不会明白,有一条道路,你在别人的生命中投入越多时间,你越去帮助他人,你给人们带去越多的祝福,自己也会收获越多。 生命的价值在于你帮助了多少人,就连上帝都说,我要祝福你,使你成为其他人的祝福。 我听到有人对上帝祷告说,上帝,求你赐给我创造财富的能力,好让我能建立一家公司。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,我也说,上帝,求你帮助我,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的,我不会输的,我深信这一点。 有人说,我从来没有取得过什么成绩,也没有自己做过生意,我的老爸嘲笑我。 要知道,他们没有权利来决定你的命运,你需要选择自己的人生,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 不要再待在笼子里面了,你现在就有机会,赶快出来吧。 你的里面有狮子在吼叫,大门已经打开了,你要忘掉在笼子里面学到的东西,要学会如何在笼子外面的广阔天地生活。 一开始会很艰难,但那是真正的生活。 如果不忘记在笼子里面学到的,就永远不会在外面的世界生活。 让你心中的狮子吼叫起来吧,吼叫起来吧。 下面轮到节理了。 人们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,有多少普通人做这个生意? 答案是,普通人不会做这个生意,这不是针对普通人的生意。 普通人满足于现状,满足于他们已有的工作,因此他们是普通人。 不幸的是,普通人过得并不好。 有数据表明,经过40年的辛勤工作之后,95%的普通人都会破产。 顺便说一下,有个好消息,那就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这样,因此这是进步。 不幸的是,现在许多人满足于普通的生活,他们不知道普通意味着什么,也不知道普通在未来意味着什么。 他们不关心社会福利金的支票。 首先,第一个问题是,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,你可以问问自己,我的生活究竟有多么舒适。 也许最后,你不得不沦落到给沃尔玛投简历的地步。 我并不是在抱怨,而是告诉你一个事实。 对于那些不想成为平庸之人,也不愿让子女成为平庸之人的人来说,他们会做出改变。 在这个房间,有些人愿意做出改变,最终会有可能成功。 他们平常工作,利用业余时间来实现某种成功的可能。 我说,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一定成功。 个体存在差异,但是我们有成为不平庸之人的可能性。 几年前,我听过一盒磁带,约翰过生日,别人给他做了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蛋糕庆祝。 派对结束之后,有人跑到约翰的办公室,对他说, 我想,你过得比我们其他人都好。 约翰对他说,当你回家后,我却去召开聚会,想着怎么样才能帮助别人,获得财务自由。 第二天,当你无所事事地度过一天时,我却驱车四个小时赶往另外一个地方召开聚会, 然后还要赶回来做第二天的工作。 有时,我花整个晚上帮助团队成员解决问题。 这就是我过得比你们更好的原因。 这就是高于普通人的生活。 我们过得比普通人好,这并没有什么错,我们不要满足于做一个普通人。 人们问,你们建立这个生意多长时间了,需要付出什么努力? 这些都是错误的问题,他们应该这样问才对。 我能在这个生意中找到我的梦想吗? 我能不能通过这个生意改善家人的生活?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,成功没有折扣。 有些人对其他成功的人吹毛求刺,说某些人很幸运,一夜就成功了。 许多人羡慕天纳西州那些乡村歌手一夜成名的好运气, 但是众人不知道的是,他们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。 有个名人曾经说过,如果你想要成功,人们可能会朝你扔西红柿, 所以你首先要学会喜欢吃西红柿,准备好,接受现实,喜欢上吃西红柿。 我讨厌那些吹毛求刺的人,那些勇于进去的人,胜过那些吹毛求刺的人。 你需要坐在前进,前进,不要成为平庸之人。 平庸的人被他们的薪水所捆绑,那是他们的手铐。 有一个关于蜘蛛园的故事,猎人想抓到蜘蛛园,就在椰子上开一个小洞, 把食物放进去,然后躲在树下。 蜘蛛园抓住椰子,把手伸到洞内, 他们紧紧抓住椰子里面的东西,手就拿不出来, 因为他们的手握成一个拳头,舍不得放手, 这样就轻而易举地被猎人抓住了。 平庸之人,舍不得他们上班的那点薪水, 他们失去了自由,他们由于自己的选择而失去了自由。 工作就像是锁链,把人们缠住, 日复一日,就这样工作四十年,才把锁链取下。 人们没有这个锁链,就会有另外的锁链。 这就是生活,这就是平庸之人的生活。 但你不需要成为平庸之人,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 你可能会说,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备这些能力。 你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。 励志大师金克拉在有次演讲时说, 让我们把那些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因素写下来。 当人们把这些因素总结之后, 金克拉问大家,有多少是我们学不到的呢? 没有一项是我们不能学到的。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生意中取得成功, 你需要学习,学习如何追逐你的梦想。 追逐梦想需要勇气, 这正是很多人放弃追寻梦想的原因。 我听到有人对我说,我不喜欢去追寻梦想, 因为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过程。 而挫折和沮丧, 本来就是追梦路上会发生的事情啊。 我并没有说追寻梦想的路上会很舒适, 这件事本来就会充满挫败感。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具备成功的潜力。 我敢保证,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生意中取得成功, 你必须做一件事, 你要随时抽出时间来, 你要对别人有求必应。 有人不会感激你这样做, 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, 不要觉得被冒犯了, 不要生气。 许多人和我交谈, 他们甚至也不喜欢我的观点, 如果你生气, 你会被生气的感觉欺骗。 美国有三亿多人, 何必为了几个人而生气呢? 有人说我总是被人拒绝, 那是因为你被拒绝的次数还不够多。 我们知道飞机在正式飞行之前要经过数次试飞, 我希望大家关注那些被忽略了的能力, 你能不能剪自己的脚指甲。 我不是问你们能不能剪好, 而是问你们能不能, 你们能不能剪自己的手指甲, 能不能自己进食? 有些人丧失了这些能力, 但是你们能做到, 难道不是吗? 你们必须建造自己。 顺便说一下, 丈夫们、 妻子们, 你们要互相建立你们的配友, 团队领导者们, 你们要建立你们的团队, 我们有责任建造, 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鼓励他人。 不幸的是, 许多人浪费时间, 忧愁焦虑, 他们脑海里充斥着, 你可能会失败, 你可能会失败的声音。 你可以放松, 你当然会面临失败, 因为取得微小成功的基础是失败, 失败, 失败, 无数个失败, 最终才能取得成功。 你可能会在成功和失败之间来来回回。 你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想成为平庸之人, 你来这里的目的不是想维持现状, 这就意味着你必须继续向前。 持续前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切顺利呢? 我必须告诉你, 如果你想节省许多时间, 金钱, 免去许多痛苦, 那么现在就放弃, 因为事情不会一帆风顺。 有时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, 得到的只是伤心和沮丧。 我和你们讲这些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, 很多年前当雪莉说了什么, 我会生气, 我会伤心, 我什么都不想做。 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, 你有梦想吗? 你有目标吗? 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生意中取得成功, 就不要去听他人的意见。 当你的亲戚问你, 你还在做那个生意吗? 你回答说, 是啊, 你不必告诉我你的感受, 我早知道了, 你认为我很愚蠢, 认为我很疯狂, 我都不会在乎。 我们聊点别的吧, 谈谈钓鱼怎么样。 你可以掌握你自己的人生, 控制谈话的主动权, 却不能控制别人对你的看法。 我真的对你们充满了同情, 因为你们目前正处在一个艰难的阶段, 确实是这样。 我希望自己能够鼓励你们, 坚持下去, 奋力拼搏, 每天做力所能及的事情, 去改变目前的状况, 不要沉浸在忧郁和挫败感中。 我知道这些说起来容易, 做起来难, 但你必须这样去做。 如果你不能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, 去阅读能给予你激励的书籍, 这些书能够帮你走出困境, 赐予你走进新的一天的能量。 有句话说得好, 如果你想接受帮助, 不要停下来, 坚持下去。 有人这样坚持下去, 最终熬过去了。 当你坚持下去的时候, 你的脸上最终会绽放笑容, 同时在你的生意中,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, 什么事情呢? 读书, 听光盘。 我知道, 也许你并不很在意阅读书籍和听光盘, 但那就是答案, 当你这样做时, 就会一点点往前迈进, 最终坚持走下去。 我希望你们明白, 愿景, 目标和使命, 几乎都是从困难中孕育出来的。 如果你去看看其他成功人士的生活, 你将会发现在困难中孕育着转机, 我不相信那些成功的人不会经历困境和损失, 我相信他们之所以成功, 是因为经过了无数的挑战和苦难, 他们努力向前, 当他们最终取得成功时, 他们整个人都发生了改变。 有一个例子, 当以色列人下到埃及时, 他们在那里生活了400年, 在埃及被当作奴隶, 一点都不划算, 对吗? 其实并非如此, 他们生活在埃及人的庇护之下, 埃及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, 因此没有外族人敢来攻击他们, 在400年之间, 他们从70口人发展到几百万人, 他们被埃及人奴役, 同时也受到了保护, 他们经历了困苦, 同时也得到了祝福。 如果在这苦难当中, 你问他们, 他们会说, 这样的日子很苦, 不公平, 受奴役, 这种生活很惨。 其实并非如此, 当最终几百万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, 回头一看, 在埃及的日子也有祝福。 当人们说某件事情太糟糕了的时候, 正确的态度是, 现在说这样的话还为时过早。 有时当我们经历了一些自认为糟糕的事情, 后来才发现, 如果没有那件事情发生, 还会有其他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。 我们用以色列人被奴役的生活来形容我们的现状, 有时我们拼命地工作, 换来的只是被奴役的生活, 我们拼命工作, 仅仅是为别人打工, 满足别人的渴望。 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, 你们不必出声回答, 但需要在心里想一下。 第一个问题是, 你每周工作多少小时? 没错, 四十个小时。 第二个问题是, 你每周为自己工作多少小时? 如果你替别人打工, 你只是满足别人的渴望而已, 你仅仅是生存。 你我每天都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, 我每天工作很长时间, 却是为别人打工, 我究竟为自己工作了多少小时呢? 要知道, 你并非天生注定是奴隶的命。 如果我为你提供房子、 衣服、 食物, 你为我工作, 或者你为我工作, 我给你足够的钱, 让你去买自己的房子、 衣服、 食物。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? 当我们看到一个奴隶时, 它有可能是黑种人、 黄种人、 白种人。 奴隶可以是任何肤色, 问题在于, 你渴望得到自由吗? 一颗种子被埋葬和被种植的区别在于, 它们的目的不同, 你没有目标, 没有使命, 那么就会被埋葬, 你有目标和使命就会成长, 这就是这个生意所关注的, 它教导人们如何在生活中拥有目标, 因为一旦有目标, 你就能勇往直前, 这当然需要勇气和梦想, 一路上也会遭遇令人沮丧和失望的困境, 成功的路上充满风险, 有些风险会通向成功, 当然也有些风险并不能通向成功, 这些风险并没有带来更好的生活。 在美国过去几年, 中等收入的家庭减少了, 因为人们都想避免风险, 这就是事实, 人们尽力拼搏, 仅仅是为了生存, 我们能够给你建议, 但你必须要做出决定, 做出改变,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, 你可能会为要做出改变而生气, 你有时并不想改变, 但你们知道吗, 这是一个改变的周末, 是一个让我们前进的时刻, 我们再次谈论的是梦想。 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蝴蝶的故事, 蝴蝶的本能是飞出茧, 我们每个人都有吃喝的本能, 你还有其他本能, 这正是这个周末你来这里的原因,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我想过得更好的本能, 有人把茧撕开, 帮助蝴蝶从里面出来, 当他这样做时, 蝴蝶确实出来了, 却飞不起来, 不一会儿就死了, 因为在他破茧而出的时候, 他必须经历一番挣扎, 一番努力, 这个道理对你们也同样适用, 自己飞出来吧, 蝴蝶, 你自己必须破茧而出, 必须自己飞出来, 我相信这个周末, 你们会找到一条出路, 寻找到出来的方法, 否则你会死在茧里面, 而这, 这是普通人所做的。 我们认为那些皇冠大使都是了不起的人, 其实他们和你一样, 明白吗, 他们其实和你一样, 他们有着和你一样的信念, 希望自己的家人过得更好, 他们允许自己失败, 然后再爬起来, 然后再失败, 再爬起来, 他们一点点朝前迈进, 从这个房间的后排, 慢慢地做到这个房间的前排, 然后走上讲台, 激励其他人, 你也可以做到, 你也可以做到, 但问题是, 你相信自己能做到吗? 你相信吗? 你能拥有自己的梦想, 你能做到, 在每周工作40小时, 每天工作8小时, 10小时, 甚至12小时以后, 你还能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这个生意吗? 如果你想前进, 你就得这么做, 关键是, 你想得到自由吗? 你希望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掌控权吗? 我想请你们思考这个问题, 如果你们维持现状举步不前, 在未来5到10年, 生活会是什么样子? 你不必现在回答我的问题, 我建议你和家人一起去外面吃个晚餐, 对他们说, 如果我继续在那里工作, 就会像这些适者这个样子, 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没有工作,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适者。 追寻你的梦想吧, 追寻你内心的召唤, 我有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, 我想做出改变, 即使是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改变, 我能改变自己的脾气, 我能成为一个经常微笑的人, 因为雪莉告诉我, 我脸上的笑容应该更多一些, 你要去飞翔, 去取得胜利, 你需要拥有一个伟大的目标, 目标会让你勇敢地度过困境, 让你成为更加完美的人, 你要学会不要为小事而害怕, 你要学会继续学习, 再接受教育。 在你的内心深处, 当你敢于去梦想时, 一些东西开始发生, 当你下定决心追寻自己的梦想, 下定决心不理会他人的看法, 变化就在你心里发生了。 当这种变化发生时, 你内心会产生能量, 就像有头狮子, 在你心底吼叫, 这一头狮子此刻就在你心底吼叫, 你要去追逐梦想, 寻求改变, 树立目标, 奋力拼搏, 你需要树立信心, 信心会让你离开熟悉的地方, 会给予你知识, 给予你理解, 给予你智慧, 给予你梦想。 狮子不需要看到猎物, 就知道猎物在哪里, 因为它会闻到猎物的味道, 你也不需要看到梦想, 你会闻到梦想的味道, 你内心的力量就会奔涌而出, 然后你会吼叫起来。 我希望你勇敢的去追寻梦想, 让内心的吼叫声伴随你去追寻自由吧。